这是我今天的经济视频 今天的经济视频呢是这样的 像我们经常做工程方面的图纸的审核的时候 你需要对两张不同的图纸进行比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需要跟工程部门去核对 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好的工具的话 你需要不停的切换 然后截屏 然后把它拼到一起 然后这样再发出去 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耗费时间的 同时呢在你不停的切换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会发现 怎么收到一封邮件 我就先处理一下邮件 然后再回来弄这个事情 那这样的话你的时间 整体的时间就被打断了 那你的效率肯定就不高 那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找到了一个极平软件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那现在我就我们就来看一下 然后之前我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好的 接下来是我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 那我举例是我有两张图纸 我需要比较他们的这个差异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是需要这边看一下 然后再到这边再来看 对应的有什么变化 那如果我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需要跟别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呢 为了便于沟通 我需要把这些图纸 我认为有问题的图纸 我把它截下来 然后把有问题的地方 我用这个箭头画出来 然后再切换到邮件里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另一张图纸 也给写下来 同样的道理 需要把它标注出来 标注出来 然后复制 到这里 那这并不是完成了 那我可能还要写邮件 然后来说明事情 那当我说到下面的 它是没有办法看得到的 那这样的话我要翻到下面来 然后再这样去找这些异童 这个都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像我之前讲的 如果在这个切换过程当中 你切换邮件的情况下 突然发现 我这有一封未接的未读的邮件 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这样的话 你的思路就会打断了 这样效率就不高 大家好 是改善后的操作 那同样 我还是为了 比对这两版图子的一个差异 那我先看一下 F1 我这个软件 一个快速的操作 F1就是0 好 按 接下来 F3 这样呢 我到下来一张 需要比较的图子 然后我去按 然后我在这上面 把我需要询问的问题 这样我可以这种箭头 很快的就把它标识出来 同时我还可以 在上面很方便 说我的问题 然后完成这些动作以后 我就可以按F3 把它固定下来 然后可以把它切换到写 有件的这个界面 对吧 你看它是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如果我们在写一封很长的邮件的时候 经常会忘记 一些数据 你还是要切换 这个就不会有问题 对吧 这个始终让这个接屏啊 是在最上方的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输入影响问题 然后即使页面翻转了 它还是固定在这上面 然后把邮件写完 然后我们可以按F1 然后把它拷备下来 然后把它关闭 这样呢 我们把它插到邮件里 然后这样就很容易 就让对方容易读读你的 邮件或是回答你的问题 好的 这是我的经营视频 谢谢